我们也可以用手写的方式来做搜寻 点一下歌星 点一下手写 将歌星的名字写上 王妃 记得哦 是以繁体为主 看到王妃了点进去 我想唱她的红豆 所以也可以再点一下 她就会马上到 已点歌曲的歌单里面 好 我们做 我们返回 我们可以用语种来点歌 按一下语种 现在是在国语的下面 我想点一首歌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 按一下搜索 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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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 白 白 逼 逼 我的心 W D X 就这么简单 我看到了成龙跟陈淑华唱的 点了一下 点了一下 它就会马上放到 已点歌曲的歌 歌单里面了 好 返回 那做搜索呢 搜索呢 它的意思是 我们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来选一首歌叫做Sugar by Maroon 5 我把它打进去 因为Sugar呢 是只有一个单字 所以你把它全部的都拼出来会比较好找 Sugar S U G A R 你会发现在这种笼统搜索下面呢 搜出来的 不管是歌名下面 歌名里面有Sugar的都会被列出来 或是歌星的名字里面有Sugar的也会被列出来 就像这个Sugar Cat 总共有六页 我们就翻翻看 看看找不找得到 那我看到了 Maroon 5 好 我想要插歌 所以我就把它按这个 上面的箭头 这样子的话 它一样已经放到已点歌曲 但是它是将这一首歌 插在最上面 我们所谓的priority 就是优先的意思 OK 那你也看到这首歌旁边没有云朵 上面那一首歌旁边有一朵云 这表示这一首歌是还在云端上 还没下载到你的机器 如果你要的话 就按一下 它就会开始下载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已点歌单 Maroon 5 就是在优先的位置 OK 如果我要切歌 我要马上唱Sugar的话 就马上切歌 我按一下切歌 它现在就在播了 好 返回 如果你按一下我的最爱 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加了新 在恰似你的温柔 就是在这里 是不是比较方便找寻呢 你如果点在这个画面的话 它会整个画面变大 我们来试试 如果你要退出的话 再给它点一下 就又马上退出了 点任何地方都会退出的 OK 如果你想要有人声伴唱跟你一起 有半唱的人声的半唱的效果的话 你就按一下人声 如果你不想要有人声伴唱 你再按一下人声 就没有了 我来说